举的例子是 班瓦斯念心经是工作看起来 不需要过多思维的 那似乎不太适合工程师这类 需要就是时常处理很多讯息 跟要一直思考的人的人的 那这些人要怎么办呢 这些人没有怎么办 不用担心 因为你总有下班的时间 刚刚讲就是那位同学 刚好他的姻缘是这样 他可以用极简单的生活 完成他的工作 那诸位比如医生 对不对 医生帮人家弄听筒的时候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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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病人会 这个医生你是怎样 我快要死了 你在帮我拿听筒的时候 他念成这样 他当然会害怕 是这样 那所以呢 当然不一样 我刚刚其实要讲一下这个 我告诉诸位说 那种情况你基于职业的安全 或者职业上的必要 你是没办法分心的 但你至少可以做这几件事 上班前的开车 坐高铁 或者坐捷运 或者你在刷牙 或者怎么样 你就念佛 不一定要献身心经 同学每个人相应的法 生活怎么样都可以 我建议念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有的念地上弘法 OK 是这样 汉传佛教最常用 可以啊 重点在定课 第二 重点在放下 全然教给他 刚刚那位同学能够成功 他的重要特质是 除了工作简单 不用思考以外 其实那个不是他的重点 重点在后端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说他就是送心经 他还没求什么 对不对 这就算不思议 你再怎么样 也会走路的时候 送个心经 大概从你的办公桌 走到尿尿那里 大概就送完了 或者尿尿完回来 大概就送完了 你就背心经背 不难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 你可以送的 重点在什么地方 重点在相信 放下 不再去纠结他 因为剪不断理还乱 有些东西是你剪不断理还乱 你不如把它放下 用不思议法 熏你自己 让你自己的业 翻转了 你自己会找到答案 我的情况是 我告诉诸位是这样 任何的再怎么复杂的工作 你都要找到一个空 空下来的时间 来做这个事 可以很短 累积就好 重点在相信 我再说一遍 信仰很重要 信仰善良 我们好 我来的 个人 精彩了 我们好 我们好